香港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海外人士工作小组 召集人陈建强,到访多伦多及纽约向海外的专业人士宣传及推广基本法。 希望收集更多有用的意见,促进香港更全面的发展。 在纽约香港协会及香港驻纽约经济贸易办事处举办的午餐会上, 陈建强向嘉宾介绍了基本法的内容。 陈建强表示,很高兴在海外得到很多宝贵的意见, 因为大家都很支持香港的发展。 而基本法在香港落实以来已有相当显著的效果, 令香港顺利发展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及港人治港。 我今次来纽约访问,是用香港的基本法推广委员会 海外人士工作小组的召集人身份来的。 我们今次来这里,除了去纽约之外, 我都去到加拿大多来多。 我们这个海外人士工作小组的工作, 就是我们要去定期,我们要向政府反映, 我们对香港在对外推广基本法的工作的成效, 我们想知道做得如何,回去议议给他们听。 以往也有这样做,不过以前可能没有机会打击这种原因。 其实基本法应该在香港, 在本地和在外地如何做。 因为基本法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 其实文件即是法律,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法律令到香港可以有三个最重要的事发生。 第一,是一国两制, 第二,是港人自责, 第三,是高度自治。 在过去的16年, 我想大家都看到很多的情况下, 香港这三个事是绝对做得很好。 而香港到今天的成功, 继续是一个国际金融变心, 亦都是继续我们的资本树与意, 过去的16年没有变得的, 这件事我觉得是基本法给了我们。 亦都是因为基本法的关系, 我们和内地关系也很好。 过去的98年的国际金融风暴, 2003年的沙士疫情, 到了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 我们香港都是因为由中国政府的背后, 我们是负义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落实得非常好。 你说香港的好不好呢? 我很希望借今天的机会, 跟大家讲多一些香港我们的成功的地方, 当然我们有我们的问题, 每个民主国家在进步当中, 一定要大家商量和大家谈, 有些不同的意见, 但我相信基本法落实了之后, 在香港这16年, 我们的发展真的相当不出。 作为一个香港的主任人士, 我想我们是很满足, 很开心地有这样的发展机会。 我们今次去门多伦多和纽约, 我昨天下午还有朋友要见, 听到很多有不同的看法, 最恐怖的是, 所有人都是对香港有心, 想香港做得好, 亦都觉得香港, 作为一个跳板进内地, 是一个非常有作乐的地方。 我们听到的意见, 我会拿到这个基本法推广都可以研究, 特别有关于政改的问题, 这里我们都不会回避, 因为我们香港其中一个重要的过程, 在民主进程, 我们希望有进步。 在美国的朋友, 和加拿大的朋友, 对一般西方用的民主的看法, 我是个人了解和感受到的, 但始终在中国人民政府本身, 他们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他们都有这么诚意, 让我去行民主化, 我想是要一些时候大家去谈的, 那把尺可能有点不同, 但我有信心因为, 政府和香港和所有朋友都希望, 可以然后做到这个全直线行事长官, 那我很希望这件事都有你们的支持, 我希望做到。 纽约网络电视, 新闻台报导。